I'm just singing cause it's over 崔永元怒对范冰冰的始末,冯小刚流震云末不吱声 据北京青年报官方微博消息,对于近日风波,范冰冰工作室负责人回应,本工作室及演员范冰冰从未通过阴阳合同的方式进行签约,接下来会全力配合相关部门依法核查,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公布权威调查结果,以解公众质疑 近日,崔永元已爆料范冰冰演绎合同,其底一次大小合同等涉税问题,随后范冰冰工作室发声明否认,崔永元本人也在采访中否认微博大小合同内容所指向的是范冰冰 今日,无锡市宾湖区地税局介入调查取证,国家税务总局也责承江苏等地税务机关调查核实 事件回溯,事件起于手机2开拍崔永元新杰南销15年后爆发 纷争的导火索是近日电影手机2的开机,但崔永元新杰的影子却是埋在15年前,他对于电影手机影射现实生活耿耿于怀 那年,崔永元是家喻户晓的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因患抑郁症退出工作岗位,由同事和经接替他的位置 而电影里的主角岩手一是有一说一的名嘴,出轨电视台女主持人吴悦,并未给他挪位置自己走了人 电影里相似的设计和事件,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觉得,手机讲的就是崔永元的故事,把他带入眼手衣,给我造成了特别大的伤害 此前接受专访时,崔永元如实说 5月10日晚21时27分,冯小刚突然在微博中宣布将会拍摄手机2 5月11日019分,崔永元在间隔不到三小时内,迅速在微博上回应手机2的开机 冯小刚是渣子大家都知道,刘振云变成渣子速度偏快了一些 在这条博文中,他晒出了2018年4月7日与刘振云的来往简讯 在简讯里,刘振云这样回复他,但十几年过去,主人公已是另外一个人,网络世界的人 与您的担忧没有任何联系 并且,刘振云还告诉崔永元,新电影名字叫做《朋友圈》,让他大可放心 然而崔永元并没有放心,他从5月末开始,连发十余条微博予以反击,每条微博的转评量都相当可观 崔永元爆料范冰冰偷税漏税 其中,5月28日,崔永元通过微博发布了几张演绎合同照片并配上批评性文字 合同条款中包含有范冰冰冰名字,该合同约定片酬为税后一千万元 第二天,崔永元又再度微博曝光一张签名主体不祥的授权书,并配发文字猜猜看 一个人演练书出戏,为什么要签两份合同?行话,这叫一小一大双合同 小的不怕曝光,因本人号称值千万,而大合同是五千万元 现在问题来了,那五千万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拿?怕啥? 范冰冰发声明斥责散布谣言 5月29号,范冰冰工作室发布声明称,崔永元公开发布涉密合约,并公然侮辱范冰冰女士的行为,既破坏商业规则,又涉嫌侵犯范冰冰女士的合法权益 同时声明还指出,崔永元博文称某演员演绎出戏,签两份大小合同,并附一张签名主体不明的授权书图片 该博文虽未明确指明却故意映射范冰冰 相关媒体及网络用户未经求证,何时便宣称范冰冰采用大小合同的方式进行签约,并散播所谓范冰冰拍摄四天片酬六千万谣言的行为,以涉嫌构成针对范冰冰女士的诽谤 6月2号,崔永元微博再次曝光了手头的一份阴阳合同,并且在博文中称好像有个法律管这事儿,并且贴了一张我国刑法第201有关逃税罪的相关条文 国税总局则呈调查影视从业人员阴阳合同涉税问题 6月3号,关于崔永元报范冰冰添价片酬,并起底疑似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等问题,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以则呈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 6月3号,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 7号,并部署开展对部分高收入影视从业人员,依法纳税情况进行评估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措施,加大征管力度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同天,江苏、无息地税将继回应演员涉税问题,以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如发现违规将严格依法处理 崔永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愿意配合税务部门展开调查,现在他正在与主管部门协调怎么见面,在哪见面,如何取证等具体细节 你等等吧,差不多一周左右就会有消息 等住呗,国家税务总局都开动了,就等住呗 这件事是否会成为中国影视行业明星税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崔永元告诉记者,我都没有想过,这些跟我没有关系 谁知道这事怎么就点燃了?律师解读 范冰冰会不会因偷逃税坐牢?如初次只需补缴 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诚认为,如果崔永元所说属实,大小合同共计6000万元,按照税法计算,当事人可能涉嫌逃避个人所得税2000多万 但2009年刑法修正案对偷税罪进行了修改,出此违法免罪,只需补缴应纳税款和缴纳质纳金 如果范冰冰死前没有受到过逃税处罚,那么其行为很可能不会构成犯罪 如果受到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仍逃税的,则可能被判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事件思考 明星片酬为啥屡限率高 如果暂且放下事件中合同是否真实,是否涉及披露隐私等问题,此次事件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焦点还在明星高片酬 其实,明星天价片酬,并不是新鲜事,之前就屡屡爆出,一线明星片酬达一元 有数据统计,2016年,一、二线演员的片酬增长了近250% 为此,2017年9月,五部委曾联合下发通知,明确提出严禁播出机构以明星为唯一溢价标准的要求 随后,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等联合发布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 意见指出,各会员单位及影视制作机构要把演员片酬比例限定在合理的制作成本范围内 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30% 据圈内人反映,即使70%,也还是偏高 然而,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关部委和协会的限定,并没有遏制明星片酬积高 反而出现大小合同这样的应对措施 据业内人士透露,就目前的影视剧市场的现状,一线明星片酬进一元,是很正常的事 于是,人们不禁想问,明星片酬为啥屡线屡高 这其实与国内目前影视行业的生态密切相关 电视台和视频网站等播出平台任明星,宣传和发行任明星,投资人任明星,明星拥有广阔的前景 换句话说,市场认明星,有人认有人买单,明星片酬自然就水涨船高 不少剧组抱怨,整个影视剧的制作费还不如明星的片酬 这也反映了明星高片酬已经压缩了创作、制作、宣发等其他环节的空间,影响了影视剧整体的品质 激情的影视剧生态是造成明星高片酬最重要的原因 观众对国内明星高片酬的质疑,还在于对明星本身演技和专业的质疑 在国外,明星也获得高片酬,却大多有行内约束和专业精神 但在国内,明星拿着高片酬却大多缺乏演技和专业追求 不少流量明星想著曝光出名,却忽略了对自己专业的打磨 一些小鲜肉一连接好几部戏,来回亚戏,能完成任务就不错了,哪管角色和作品 明星,最终还是要拿作品和角色说话的 一边是影视剧作品乏善可陈,一边是明星片酬居高不下,自然引来巨大非议 说到底,明星高片酬,折射的是影视行业的虚火 只要这样的评价机制没有改变,这样的业态没有改变 尽管有各种线令,明星的高片酬还可能以五花八门的大小合同等形式出现 明星,作为影视工业流程的产物,具备大众认可度和期待值,的却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从某种程度上,明星制的成熟与否也是衡量影视行业发展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 如何平衡明星片酬和创作、制作的关系,如何完善影视剧各流程使其达到更为平衡的状态 考验各方的智慧,需要行业的约束,从业者的自觉,配套措施的跟进和观众水平的提高等各方形成合力 综合、北京青年报、红新物新闻、法治日报、央视新闻、江苏新闻广播、美日经济新闻、华夏时报、人民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